每个人都有过另一半 有过知心人 互相爱过 彼此说些赞不绝口的情话 各种肉麻的称呼 也变成口头禅 今天我要说的是 我也爱上了一个女人 一个在夜上工作的女人 身边好多人 听到夜场的女人 第一反应都会说 那里面能有好女人吗 我想听到这首录音的人 大部分人的想法也是这样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是 夜场的女人不全都是坏女人 我们不能一杆子打倒一片人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职业并不是评判一个人 好坏与否的标准 玩乐也并不是评判一个人 是否成熟的唱肝 夜场工作的女人 说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好听 可是换个角度来想 其实那不就是服务员吗 退代普通服务员 大家都不会去说人家怎么怎么样 而夜场的女人也在服务之列 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她们不是好女人呢 你们又没有想过 她们选择在夜场工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喜欢在这种工作 喜欢这种环境 亦或者是自己的专业 可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是因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 或是独自带着孩子 或是生活不如意 或是伤透了心 谁都知道找一个相爱的男朋友 老公 疼着他 宠着他 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 过着赚与不赚都行的生活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拥有这样的生活的 一个人心念俱灰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依靠 只能靠自己的时候 你让他们如何抉择 只能靠着自己的青春 选择这种简单而又有可观收入的工作 让自己的生活压力减轻一些 让家里的生活压力减轻一些 他们也是普通人 也是靠着自己的劳动力 来赚取他们应得的报酬 而且还要忍受着 巡逻男人的小动作 动手动脚 内心极度的反感 但表面还要装着若无其事 云淡风轻的样子 大家都是为了生存 也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赚钱 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家 凭什么说人家 其实说穿了 说这些话的大多数人 还不如人家赚钱穿得多呢 你又有什么资格 瞧不起人家 无论是夜场的服务员 一或者是陪酒妹 一或者是其他职业的女人 大家都不要去说人家怎么怎么样 有的时候为了生存 为了讨客人开心 往往会喝得烂醉如泥 她们也会痛 也会伤 也会难受 还有忍受着别人的白眼 我所认识过夜场工作的女人 很多人 在外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工作性质 因为她怕 别人会说他们 看不起他们 认为他们不是正经人 其实 换个思思路来想 是这个社会改变了人们 还是人们改变了社会呢 就像网上流传的那段话一样 我曾经 看见过满身纹身的人 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 也曾见过西装革履的知识分子 对着自己的父母大吼大叫 到底是社会在变 还是人性在变 谁也说不清楚 无论是做什么的 请大家去尊重他们 有时候 言语的重伤 比之任何的伤害 来得都更加的痛 请不要以你的眼光 去评判任何的事情 请以此录音 送给那些夜长工作的女人 和对此有此偏见的人 我是沈天培